快点 好 来来来来 干嘛呀 大家好 今天是2029年6月8日星期五 农历4月20日 今天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围桌市这款851.8的镜头 今天在展会上已经见过 这次也是找了很好的朋友大明老师 大明老师 再玩上就是小明老师 小明老师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他是多年的索尼用户 一直跟这个我们这个懂不懂 董董老师呢做这个视频的工作很长时间 我这种视频的这种外行来说的话 对于这个索尼这块 不是视频外行 索尼外行来说的话 对索尼了解就没有他们这身 他们从这个当初的 ATS的一代机身 一直用到现在最新的HM3 那么我们让这个大明老师来看一下这个镜头 上手是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是第二次猫 他是第一次 之前我用过这个55的定胶头 拿到手里之后呢 感觉这个头首先他比这个55的头要大一些 然后两个头都是金属的 而且这边有一个这个红色的标志 我记得55头应该是蓝色的 有那菜色的 菜色的那种蓝色标志 后来既然还有红色 它那是一个红色的标志 现在只是对这款镜头 与索尼原厂的55金胶头的一些外观的区别 进行对比 那么具体它的性能方面 比如说背景趋化跟焦和对焦的速度 等等这些方面 还是咱试问拍一下 看一下吧 好咱出去耍耍 嗯好 骑车相比步行 运动轨迹更加难以预测 而这枚自动镜头 配合机身的对焦还是非常给力的 我们可以看到 正常光线下 基本上没有脱焦的现象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夜景的拍摄效果 近距离拍摄无人机缓慢移动的画面 也没有问题 而且这款镜头 它里边含有9片圆形的光身叶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远处霓虹灯的虚化也是非常漂亮 对于夜景这种大型移动物体的拍摄 就更加没有压力了 前景虚化的恰到好处 只是船尾高光霓虹灯边缘的紫边有溢出 不过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最后我们用索尼A7M3 进行快速物体的连续拍摄 一共36张 完全合胶在8张 约占整个拍摄项目的25% 相比于索尼的原厂头 还是有差距的 换一个啊 这是这个老朋友啊 他姓董武啊 那个大名叫不懂 你们叫董工老师行 董工老师在刚才这个过程中感觉怎么样 呃 感觉呢是比 55 那个镜头要稍微的差 这么一丁丁点点 呃 然后呢它的体积 会比55的那个定焦稍微大 重量会稍微沉一些 但是 呃对于一个 这是国产的 对 一个品牌吧 然后它的性能和价位相比较来讲 是很高的 具体一说那个跟55的差距分在这方面呢 嗯 追焦追焦 然后刚才呃 在用55定焦的时候没有 基本上是没有这个 你说的这拉方向 这个延迟的感觉 对 但是呢它在录视频的时候 这个追焦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特别是刚才那个 呃 小明老师 小明老师呢 在骑了一个共享单车 我们一直在拿这个镜头 在录视频 效果也还是可以的 好 呃 这期视频真的就到这里了 别分享所有分享 我是老赞 我是老董 下次再见 是的 пожалуйста 感谢观看